你要在换一个环境,而VBA里面该怎么做 第一个你先把Excel先打开 第二个的话开发人员 第三个的话,反正以后你要写那个,我好像前面讲过,如果你要写 VBA的话 第一步请你一定要先新增一个模组 也就是说这个模组本来是不存在的 那你就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所以以后不管,反正你就记得很简单,就是你要写程式,右键插入模组 这概念其实跟写Python蛮像的,反正 Python就按一个新增新文件,新文件就是一个新的模组 一个module 这个概念,再来的话 只是说VBA里面会多一个sup 你可以在一个模组写多个程式 在Python理论上是一个module就写一支程式 那我们如果要run这个结果的话,那其实就是 你假设要先体验的话,你可以把第六页里面的这一段程式 把它Ctrl C 把它Ctrl V贴到那个,贴到这个空白处 然后呢,上方有一个词形,买一个run,你可以把它直接run一下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run一下 它就可以 结果就跑出来 结果的话 看起来呢,也会跟刚刚那个表格还蛮像的 而且概念也都差不多了 我们主要可以学习什么 第一个 在那个VBA里面的回圈 其实写的方法 观念大致相同 但是 就是 叙述的方法不太一样 那哪些地方不一样 首先第1个 不如我们干脆讲 假设我今天 也做 跟Python一样的事情 第1个 我们 先写 这个回圈好了 先写一列就好了 然后写完一列之后呢 再跟刚刚一样 全部写完 好像可能你们会比较能够好理解 如果说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该如何 去 撰写 这个九十乘法表 首先第1个 一样按右键插入模组 第2个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撰写一个 叫做 sub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必须 在VBA里面要多开一个sub 这个sub一般是这样 你就打sub 空一格 九十乘法表 这个名称的话可以用中文的 你可以用英文都没关 没关系 然后enter 直接 底下的话呢 它会自己帮你增加那个小瓜糊 跟那个entersub 那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只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它自己帮你写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自己变成 所以以后记得啦 插入模组之后打sub 后面给它一个名称 再enter就好了 反正以后写VBA 大概就这样流程 就对了 你不要记太多 这样就够了啦 说真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 很多人记一大堆 然后每个老师教的又不一样 OK 那你一下记这个老师 一下记 其实 每个老师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只是说习惯不一样 你如果每个都 最后呢 你会记不起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先 写 输出 一列好了 如何输出一列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如果今天要先输出第1列的话 OK 那我们先把这边删掉 第1列的话 那首先呢 你必须要知道说那个 在VBA里面的那个 缝回圈如何转写 一般按Tab 键 一样缩排 Tab 什么呢 刚刚的话呢 是for for i in range 不过在VBA里面是for i 等于 哪一个数字到哪一个数字 直接1到 1到 2 1到9 也就是说呢 它的range的叙述方法不太一样 但那个Python是 Range 然后刮5 1到2.10 这边的话是 1到9就可以了 它的叙述方 Enter两下 那 Python是有个冒号 但这边的话呢 没有冒号 可是多了 Enter两下就打一个NAS 变成它多一个NAS NAS 所以其实你可以理解 它的那个什么 在Python里面的那个 冒号有点像NAS NAS什么意思呢 下一个变数 也就是第1个先产生1嘛 NAS不就变2 NAS不就变3了 有没有 值到哪一个 值到9 OK 这边记得是1到9 你不要打1到10 1到10就变增多一个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先fotray 你看fotray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OK 那这个储存格 可能你在那个VBA里面会多需要 因为它实际上 是直接拿那个Excel 当成输出 的 资料的那个 等于是 输出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会多需要学会一个 这个 一个变数 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其实就是储存格 叫Sales OK 那这个Sales的话 钱瓜壶 哪一个 值的意思是说哪一个储存格 然后他会先问你说哪一列 Rowindex 哪一列 那我们是第1列 所以你就输入1就可以 逗点 哪一栏的话 这边直接输入J就可以了 OK 那意思就是说 我 这个J的词如果是1的话 那就是第1栏 再来第2栏 一直到第9栏 后面加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我要输出的值 要输出什么值 输出的是 1 乘上 乘上后面的话是串接 所以串接部分的话 记得VBA 当然你可以用加号 不过一般习惯如果串接是用AND符号 AND AND什么呢 1 那个J 所以你把J放过来 那 在Python里面 需要转型 可是在VBA里面 其实不用转型 不过你要转也可以啦 只是说一般当然不转 不用转OK 所以特别是用 VBA里面不用再加Stream 那AND什么呢 后面在AND的一个 这个等于的符号 记得啦 那个串接的话AND符号前后记得一定要空白 这个也是它的规则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AND一个 两个相乘的结果AND 后面再把1乘上J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列的叙述方式 也就是你写完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执行 执行过的话 理论上就是 把 这些资料 一个一个的放到这边来 那这一篇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一个储存格 第一次啦 第二次的话就第二个储存格 以此类推到最后一个储存格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把这个结果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OK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列就被输出了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是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把这边呢 底下的1到9列也全部输出的话 那这个做法跟刚刚那个在Python做法有点像 但是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我需要 也这样包一个外回 外面的这个回圈 那写的方式的话 一样跟那个Python 写在上面 我喜欢什么 直接把这个 for i for j 有没有 直接把它复制 到上面 然后把它改成 for i 好 for i 等于1 到9 我现在enter两下 nets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把刚刚的这三行 一样的搬到这个 for nets里面 那一样 把它缩牌一下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VBA里面的那个缩牌 不缩牌没有关系 缩牌比较好 OK也就是它不是硬性规定的 这一点可能 如果 我跟各位讲 尽量还是缩牌 不然的话说真的 你没有养成好习惯 以后城市很容易发生错误 而且 你现在看城市也是很痛苦 我发现很多 很多人 都不习惯缩牌 那在 像我自己 习惯缩牌 我光看别人的城市 我都觉得 很累 OK 所以 尽量还是养成习惯 那再来的话 怎样呢 把这个 Sales的E 值得是第一列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我第一次是输出到第一列 第二次输出到第二列 OK 那底下的话 当然 这个E的话 一样的道理 可以把它改成I 那你就I 空一个AND 一个称号 然后再AND追 然后再AND什么呢 两个相乘的结果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结果输出 那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的话呢 99乘法表 就 输出 成功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主要是 比较一下 如果今天换个环境 那做的事情 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语法 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再来的话 就是那个 在Python里面有format 不过呢 在那个 VPA里面 也有format的函数 但是用法不同 所以它没有办法 像Python写的这么 的 精简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办法 再更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写的这个层次 也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的第六页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下课休息一下